年节准备要吃的年菜很多都是大鱼大肉 虽然丰盛但是吃多了可能就会对身体造成负担 高雄市立联合医院就推出健康年菜的示范料理 在营养师的把关之下 每道料理都强调少油少盐少糖和高纤维 而且色香味俱全 希望让民众在新的一年都能够吃出健康 满满的一株年菜有鱼有鸡还有蔬菜 每道料理都有健康的秘密在里面 像是米饭选用全骨杂粮增加膳食纤维 柠檬鱼就利用水果的酸来提味 减少过多的调味料 因为我们一般的鱼的烹调有时候会有点腥味 所以我们是利用自然食材 柠檬的入味水果的入味的一个方式 减少一些额外烹调用品的一个增加 我们都是在在希望就是我们每一道菜 都能够增加我们的膳食纤维 减少我们的用油量或者是一些额外的调味料 而中医师掌握食药同源的技巧 把枸杞腰果和菌菇融入菜色中 增加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和提升身体免疫力 枸杞的话大家都知道 它是可以一经明目 有很强的补肾效果 其实是最便宜的补肾药 得来很方便又好吃甜甜的 对 那再来的话像腰果 腰果的话它形状本身就像肾脏 很好的补肾药 那它也可以上行到我们的脑部 对补脑失智症这些都有很好的效果 另外选用低脂的肌肉和酒调味 就成了惺惺醉鸡 饭后再来一个用食材的天然色素 做成的花果豆 每道菜都蕴含吉祥和平安的寓意 过去往往因为你饮食的过量 其实对身体并不是那么养生或者健康 所以联合医院今天特别提出了六道健康的养生年菜 这边我相信我们的营养师有做了最好的设计 不断在色 香 味 营养 健康 这个都是我们追求的 所以在这边就提供大家参考 圆圆满满的年菜除了团圆快乐吃之外 食品安全卫生也要掌握 市立联合医院希望民众把握少盐 少油 少糖和高纤维的烹调方式 一样可以吃的美味又健康 记者王思武来长帮高雄报道